大家好,我是华将老赏 紫玄月是一种非常好养的多肉植物 这种植物只要是嵌插的盆土里就能正常的生长 但是朋友们在养护的时候 不知道如何判断紫玄月是否确实 我们在养护紫玄月的时候 是用手捏一下紫玄月叶片 是否有那种很柔软的现象 就能够判断出它是否缺随 正常情况下紫玄月的叶片是非常饱满圆润的 也非常的坚硬 如果是手捏的话 它不会有那种很柔软的迹象 就像一颗米粒一样非常的坚硬 但是一旦出现缺随现象 就和我们家那种高齐一样 一捏就能够捏到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 证明有缺随现象 我们应该及时的补充水分 给紫玄月补充水分的时候 建议大家一定要选择早上或者是下午去浇水 如果我们是中午时间去浇水的话 很容易出现那种闷热闷根现象 会对它的叶片造成影响 如果透气性再不好的话 就有可能造成它的枝条出现腐烂现象 所以我建议朋友们一定要选择合适的时间去浇水 紫玄月这种植物非常喜欢 朋友们得来养护的时候 建议大家尽量的放到一个向阳的地方去养护 朋友们想看一下我这一盆啊 因为现在是放在室内养护 它的叶片呢出现了涂涂现象 正常情况下 它的叶片是那种发紫色的 但是现在是全部成了绿色 证明这种情况下是缺光缺的比较严重了 我们应加强光照 让它采光采的多一些 这样就能够正常参照了 这种植物如果长时间不见光 它的叶片会长得很长不漂亮 正常情况下紫玄月的叶片就像一个雨滴一样 非常好看 如果长得很长的话 证明那种土长就很严重了 像刚进入秋季的时候 因为现在的阳光还是比较独烈的 应该是早晚的采光就可以了 中午时间 如果这时候长光照射的话 很有可能会出现那种叶片塞伤的现象 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好了 今天就和朋友分享这些 谢谢